其实我们经常说女子能顶半边天 小时候不知道母亲的伟大 等我们现在由少女变成了妇女以后 就知道原来母亲这个职责真的很重要 你看我们很多的女子 在没有结婚之前 谁不是小公主呢 结婚了以后为母则刚 能够为孩子甚至抛弃自己很多高薪的职业 你看一怀孕十个月 听人家说一孕撒三年 其实不是一孕撒三年 是你怀了孕生好孩子以后 如果在哺乳期内你还放不了孩子 当三年过去会发现原来 这个世界跟自己三年前的世界又不一样 最后变成了一个家庭祖父 在我小时候我对我母亲的印象 就是那件花花的衣服 每天在跟我唱着小燕子 我十六岁离开了家 到现在将近二十年了 每一年都有陆续回家过 随着自己工作越来越忙 我在十五天前刚回到家里去过 那已经是我两年没有回家了 看到母亲的白发 其实我只陪她聊了两个小时 这两个小时里面 一个小时她是在为我做菜 还有半个小时我才在跟她聊天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担任了为人父 为人母的角色 我相信大家更能够感受到 所以祝愿我们天下的母亲 真的能够节日快乐 希望她们都能够福寿康宁 也祝愿我们现在的女孩子们 都能够好好的照顾好自己的家庭 其实生活就是平平淡淡 所以刚才啊 瑞士博弈给了大家三份小水果 说实话这也是我们的疏忽 一直到今天才知道 好像是母亲节 就像我们在生活中才知道 自己的父亲和母亲 是在我们心里面存在这么低的 因为我们往往把最美好的语言 和最好的形象展示的是给别人 把自己最粗暴和最不好的脾气 是向了自己的父母 所以我觉得很伟大 这是今天小庄给大家 各位母亲送来的祝福 抖音